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执迷不悟 恐怕生生世世要偿还今生的物债和命债 六道轮回苦不堪言 二 烟酒店 歌舞厅 酒吧 网吧 电影院 游戏厅 游戏开发 麻将馆 这些身体麻醉品和精神麻醉品只能培养人的贪嗔吃慢疑等等心 这个看似小事实际上对自身以及社会的危害非常大 属于潜在的毒瘤 如来十号里面的第二个佛号叫应共 简单解释为以自身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应对一切万事万物 而得到万事万物的回馈 在世间法里叫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您从事这个不利于大众身心健康的行业 时间越久 危害的人越多 做成社会不安定和谐的因素越多 自己的罪业也越大 祸及子孙要醒悟啊 宇宙法界 天人鬼神 山河大地 牛马诸羊 有情物和无情物与我们是一个本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伤害别人 伤害大众 就是伤害自己和家亲眷属 无形中的行为反作用力因果报应 会让您的生活 工作 事业 家庭 出现种种严重问题的 尤其是个人还在吸烟 喝酒 吃肉的朋友 要下定决心戒掉 生理瘾非常好戒 就是心理上的瘾需要抑制 可以通过读诵法华经 能研究以及诸多人事 社会环境来转移抑制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方法来对质 主要还是自己的决心愿力 从事这些行业 就是在造就自己今生今世 以及来生来世贫穷 下贱 多病多灾的苦因啊 三 海鲜肉食酒店 烧烤夜市 凡是肉累都不可贩卖 这个都不须多说 动物的肉从营养学 医学 科学 因缘果报方面来说 都没有一点好处 只会给自己增加罪意 使得自己在中年或者老年时 得各种顽固的疾病 如冠心病 心肌梗塞 老年痴呆等等 想一想 世界那些得了白血病 肿瘤 肿瘤 糖尿病 各种癌症的人 以及天灾人祸 车祸 火灾 水灾 地震等等灾难中遇难者 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殒命 而是杀生所感召的恶果 以今生吃他半斤 来世投他为畜生的时候 还他八两 那个时候非常的苦 因缘果报不会差一分一毫的 有些开大酒店的老板 一开始确实很赚钱 因为开大酒店杀生而发家致富的 结果到了他中老年的时候 福报消耗的差不多了 恶果慢慢开始显钱了 他所赚的钱 全部都花在治病 官司 以及儿女闯的祸上面了 搞了那么多年 到头来一场空 还背负了那么多命债 自己命中以后 还要下地狱受报 来世投胎为畜生的时候 还要还命债 你当初是怎么对待动物的 也会让你承受同样的痛苦 不是一条命债 是无数条 想一想你当初杀生的时候 有没有计算过数量 这就是相应的因果报应啊 建议有发心悔过赎罪的人 多多开办素食餐厅 有钱的人也可以提供免费素食供养大家 大力宣传素食的利害关系 自己也要用心把开悟的棱眼睛 成佛的法华精 法理法医学懂 四 动物皮制作的衣物 皮具店 皮草产品 象牙制品等等 稀有动物的皮毛和五脏 凡是动物身上的东西都不要贩卖 果报很可怕 稀有动物本身灵性非常大 杀害它们 它们那个嗔恨心非常可怕 不把你搞得家破人亡都不罢休 除非你个人福报很大 年轻时阳气盛 它们没办法报复你 等你上了中年或者老年 就会让你遭遇各种横祸 或者干扰你的家庭成员 我们再看看每天世界各地以及国内的新闻当中的恶性事件 您就要联想一下 如果自己持续造恶 那么指不定哪一天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这个人心动荡的年代 一切所谓的天灾人祸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五 算卦 看风水 看相 替人调理于鬼神道的恶缘 借助他人的因果 最终会遭到其他法界众生的报复 死后还有很严重的因缘果报要承受 这在佛法里叫做方口石 以看风水 以及种种咒语 养活生命 佛说这种石不可吃 否则因果很重 有一种人有点特异功能 也就是神通 往往会泄露人间不应该知道的天机 这也是非常大的罪过 还有的人利用自己有点神通 能够压制住鬼道神道的众生 专门为人调理因果 诈骗钱财 这样的做法实在于吃 有的人打着佛门的旗号 给人看相转运 威言耸听 夸大其词 到处诈骗钱财 误导众生 本身骗人就是地狱之罪 而且还打着佛门三宝的旗号 这就是在诽谤三宝 恶报不可思议啊 大家要明白 佛讲经49年 唯一只告诉了我们 宇宙人生本来面目 佛是谁 我是谁 我与佛 与宇宙万物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佛在开悟的 《棱严经》成佛的《法华经》中 告诉我们真理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参学研究 所以佛并没有教人算卦 算命 看相 看风水 六 各种巧立明目的中介 彩票投注站 大型赌场 传销团伙 这些事情都会让许多人 坠入幻想颠倒中 不务正业 影响社会和家庭 以及自己的人生 沉迷于这些行业的人 这一生贫穷困苦 来世更穷更苦 因为他们求财的路径不正确 所以得不偿失 这些行业的老板 最终也会得不偿失 后悔当初的 不信您观察身边这样的人 他的人生会如何 假如您从事的行业 感觉到老板实质上 就是为了挖坑给人跳 赚一个算一个的心态 或者是 媚者良心 以欺诈的手段 经营获取钱财 假如您是其中的一个员工 觉得公司欺诈大众的客观事实存在 您可以选择辞职 天无决人之路 媚者良心的钱不赚为好 否则得不偿失 这些事情必大于利 要明白 富贵是从不失 施舍众生 帮助众生而来 是修来的 并非能够抢来 骗来的 即使能骗来 抢来 那也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报 否则你抢不来 也骗不来 假如你今生的命力 有一百万的财富 在三十岁或者四十岁的时候 才会通过各种姻缘 让你得到 可是你自己不明理 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通过非法的手段 抢来了一百万 结果就是锒铛入狱 就是这个钱财在你手中留不住 而且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可估计的灾祸 因为在你二十岁的时候 这个财富还没有到你该得到它的时候 也不应该是非法的方法得到 你却通过非法手段提前得到了它 因此 自己的福报大打折扣 亏损了一大半 原本按照定数 到了财富该来的时候 你不需要抢夺 骗取 顺其自然的就会通过某种姻缘得到 可是你不明理呀 就这样打乱了自己今生的定数 这就是弄巧成拙 一切事情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即可 只有命里有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担心什么 该你得到的时候就会得到 即使今生命里没有 那也不要紧 抓住当下未来是修福修会也维持不晚 在你今生修福修会的同时 你今生的定数就在往好了变化 要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可以用心观察一下身边 搞以上这些行业的人 他们也许现在工作生活 家庭都非常好 非常顺利 但是他们这一生的结果不一定会好 不一定会顺利 乃至于祸及子孙 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是因果报应 福报一旦消耗完了 立刻就会遭到恶报 这仅仅只是在人世上的一点点花报 等命中以后就是地狱果报 在此希望从事以上不良行业的人 能够悬崖勒马 回头是安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惑 按你的说法 这些行业都不能干了 那么失业的人就非常多了 谁来解决失业问题 简单来说 如果大家都放弃这些不良的行业 都想着为大众的身心健康着想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光明殊胜的 我们生存的世界 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 人事环境 社会环境都会随着我们用心的光明 而更加光明 福法里面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的心善了 我们的生活 事业 财富 家庭都会有不可思议的转变 如果大家能放下 那么你不仅不会失业 而且你的福报会越来越大 事业 家庭 身体都会不可思议的好 我们不造恶业了 就会想办法开辟一些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新型行业 使得国家 社会 团体 家庭生活更健康的发展 也会减少了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 是非冲突 那岂不是美事 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与感悟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